这一个周末川普总统刚刚签发的那个被称为移民限令的总统行政令引起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这个行政命令的文本比较长 但是引起冲突的主要是两条 第一就是暂缓接收难民四个月 无限期停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第二就是被称之为入境冻结令 就针对七个国家的国民 你哪怕持有到美国的签证 哪怕你有绿卡甚至 但是对不起90天之内三个月不能进入美国 那么这两条里面呢 引起震荡的主要是第二条 因为第一条暂缓接收难民 它引起的震荡要小一些 第二条呢 它是针对七个国家 分别是伊朗 伊拉克 也门 叙利亚 苏丹等这七个 那么在此之前 这七个国家已经有些旅客呀 它取得了到美国的签证 结果一下飞机一看啊 不能入境 结果还被海关拦住给扣下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让很多民权人士 一些法律界人士啊 就觉得很愤怒 星期六晚上的时候 有一个纽约的联邦法官 发了一道司法命令 他要求边境部门暂缓执行总统的行政令 接下来这个事情呢 会被提交给联邦法院 如果矛盾激化下去的话 那就会成为川普执政以来第一件引起宪法诉讼的事情 那么来谈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 首先它当然是一个法律问题 是个权限问题 就是总统到底有没有违宪 据我所知啊 在移民事务上 美国总统是享有exclusive 就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权威的 按照政府的解释 就是说外国人你进入海关 也还没有不算踏上美国的领土嘛 你没过了海关才算进入美国的领土嘛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呢 你还不具备受到美国民法保护的权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呢 也是这样 就是说虽然你已经从美国的驻外使领馆取得了签证 可以到美国来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美国的领土 最终材量权还是在于边境官员的 是在于海关官员 即使没有川普总统这个移民限令 这道总统行政令 海关官员觉得有充分的理由 他也可以不让你入境 或者缩短你在美国逗留的时间 你像你签证上有六个月的有效期 他就只给你批一个月 只准你在美国待一个月 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 实际上是持有美国绿卡的这部分人 因为这些人常年在美国居住 也在美国纳税 所以按照这个美国法律来讲 他们的民事权利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而且从人道上来讲 就是说他们家庭在美国 家人在美国 你也不应该阻止他们和家人团聚 但是这一部分人 在刚才所说的 170个在海关被截住的人里面 只占一小部分 完全可以作为个案处理 据我所知在纽约那个联邦法官的司法命令到达之前 已经有这样的人 就是拿有美国绿卡 但是是来自这七个国家的人 被核准入境了 好像是一个伊朗籍的 给国务院做翻译的女士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法官的这个命令 要求边境官员暂缓执行总统行政令 它是不是实际上起到了剥夺总统行政权威的作用 或者说实际上是不是限制了边境官员行使正常的裁量权呢 我这里并没有一个特别的结论 说是谁对谁错 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川普的做法虽然有争议 但是他毕竟是在行使宪法所赋予他的总统权利 那么纽约的这个联邦法官的做法是否合适 我是基于对美国制度的了解 和我自己的有限知识提出这个疑问 第二就是得说说这个行政令的理由的问题 川普的总统行政令是限制这七个国家的公民 90天之内不能入境 他理由是什么呢 总统行政令里面没有解释 川普也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解释 据我的理解呢 就是这种封疆令 就是封锁边疆这种做法 它是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才会采用的 所以它当然是一种很严厉的 也比较激进的做法 那么理由是什么 会不会是国土安全部或者中央情报局之前得到了情报 说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七个国家当中的某一个 持有这七个国家当中某一个护照的人 是恐怖分子 有可能进入美国呢 或者说情报部门 是不是之前有这样的资料 就是说国内有那么一批倾向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人 他们去了这七个国家和恐怖组织有接触 接受了恐怖组织的训练 然后再返回美国长期潜伏 那么这样的危险分子里面 是不是来自于这七个国家站的比例比较大 那么政府是没有公开这方面的资料 也没有公开讨论相应的理由的 它的行动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比较令人费解 其实呢 假如真的有类似的理由呢 我想政府也是很难公开讨论的 因为这涉及到种族宗教 这种在美国高度禁忌性的话题 你拿出来公开说 它必然引起激烈的争论 甚至引起司法诉讼 会有人进一步要求 说你政府你必须公布更详细的资料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 你到底有什么根据 说这些人是更危险的 所以这就会变成无休止的烂泥杖 这样采取任何行动都变得不可能 所以针对这七个国家的封疆令 到底它的合理性有多大 现在就是个谜 我理解很多人对此感到震惊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颠覆性的做法 但是我是主张先观察一下 看看后续有没有相应的解释 被披露出来 而不是一开始就贴上一个标签 说这种做法是法西斯 是仇恨 是歧视 那再说说这个司法诉讼的问题 川普针对这七个国家的封疆令是90天 那位法官所下达的也是暂缓执行总统的行政令 所以两边都是暂时的 都留了个活口 等到这个事要闹到最高法院去扯皮的时候 恐怕这90天已经过了 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那么这个官司自动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倒不是很笃定 一定会发展成为一起宪法诉讼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认为川普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弹性和妥协的 主要是针对持有美国绿卡的这部分人 应该是区别处理 个别处理 不应该太刚性的阻挡他们进入美国 因为这个会激起其他族裔的人的这种 集体的危机感 那就相当于是把这部分人都推到 自己的政治对手那边去 帮助自己的对手扩大统一战线 从政治上来讲呢 并不是太明智 最后说说这个行政令的原则 它其实体现出了更多的潜台词 非常耐人寻味 它的行政命令的第一段话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它说美国不能允许 也不应该允许 不支持美国宪法 或者将暴力意识形态置于美国法律之上的人 进入美国 此外美国不应该让存在偏执或仇恨行为 或迫害美国人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所以关键词 大家听到就这么三个 一个是暴力意识形态 第二个是偏执或仇恨行为 第三个是迫害美国人 就是有这三个特征的外国人 不应该让他进入美国 那么现在大家对这段话的理解 主要是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 但是你更广泛的理解 符合这个定义的也包括有其他政权 比如说中共政权 你像中国那个毛左 司马南 据说他的老婆孩子就在美国了 那么他下次要入境美国探亲的时候 他就得掂量掂量 他得想想自己是不是能够入境了 因为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 他符合这几条 一个是暴力意识形态 再一个就是偏执或仇恨行为的人 再比如说 有一些修炼法轮功的美国公民 他到中国去旅行或者探亲的时候 就多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被中共当局的人员跟踪骚扰 甚至拘留 那么你按照这个总统行政令的理解 就属于迫害美国公民了 那么这些针对美国公民 搞骚扰 搞迫害的中共官员 不管是做决定的 还是执行的 就应该拒绝他们进入美国 哪怕你老婆孩子在美国 或者你把财产转移进来 也该把你挡在美国国门之外 最后呢 就是还有一条呢 就是这个总统行政令里面 提到这样一项 当恢复接受难民的时候 在现有法律容许的情况下 应该优先接收 受到宗教迫害的难民 那么我觉得从这一条出发来理解的 就是这道总统行政令 虽然有些做法值得商榷 它有一些激进的嫌疑 但是它的基本出发点 还是符合美国的宪法精神的 感谢您的视频 我们下转会的党